越大军目前已经有36万名的乌克兰人逃离家园 但还有许多人是燃起奋战决心 我路上就流传一段影片 是乌克兰的一名女子坐在车内 她直接朝俄军的坦克丢直汽油弹 过程中自己跟轿车都着火 但幸好他们及时扑灭火势没有大碍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黑暗的时刻 超过36万的乌克兰民众大逃难 约得上了一名年迈的老妈妈 准备搭火车离开到安全的地方 也必须留下来打仗的儿子送别 妈妈泪流满面 这一分离不知何时能再团聚 就在民众纷纷离开同时 英国这名父亲却冒死搭击近战区 因为他的七小人在乌克兰 他必须要将他们平安的带回家 面对外敌不亲 也有许多乌克兰人齐心协力保卫国家 一群人开车经过了俄军坦克 在南驾驶的鼓吹下 就在副驾驶坐的女子 直接朝坦克丢直汽油弹 不过就在丢直汽油弹的过程当中 女子和教授都着火 幸好他们及时扑灭 没有受伤 而这名乌克兰男子 为了帮四家军队开路 竟然徒手搬到了一枚大地雷 嘴上还叼着烟 表情超淡定 冷静地把地雷搬到远方的树林 守护寸田的乌克兰人 与赫枪实弹的俄军下路相逢 而这一名乌克兰的农民 开着耕田用的一影车 拖着一辆俄罗斯装甲运兵车 仿佛是在展示战利品游街示众 就连长相美艳的前乌克兰学美 小姐雷娜也脱下了高跟鞋 亲上战场 平时就热爱市集运动的她 嗆瞎普丁将杀光所有的入侵者 记者 纵火报